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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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白却把手机嘴意地扔在一边 掏出另一个手机 开始听着音乐 这时手机突然显示电量不足 水哥大声地呼喊着一旁工作的小白 可是戴着耳机的小白根本听不到他的呼喊 随着电量的持续减少 水哥浑身颤抖了起来 他必须想办法尽快让手机充电 他环视了一下 发现充电器正好就在桌子上 于是他使劲地挪动身体 一点点往充电器靠拢 他每挪动一下 手机就往充电器的方向移动一下 水哥拼尽了全力 终于在手机上1%的电量时 成功连上了电源 刚要松一口气 可小白手里的手机也要没电了 于是便伸手拿起充电器 却一不小心把水哥所在的手机带到了地上 摔得支离破碎 而水哥也随着手机的破碎消失了 这是一部很具警醒作用的微电影 虽然时间很短 只有几分钟 但是告诫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低头族们 不要因为迷恋手机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忽略了爱你的人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手机里的男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